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最近是高调打出党产牌 强调现有的党产绝对合理合法 不过这跟立院党团三月通过支持的党产归零声明大有矛盾 有立委很无奈 他说党团主张党产捐公益 但是如果党中央要捍卫 那就继续捍卫吧 国民党党产议题争议不断 中场会上特地找来 其难学者背书帮忙说话 党政不分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上了堂历史课想要把党产合理化 党主席洪秀柱强调现有的党产应该保留 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民进党的政府 正在大力的而且极力的在推动 所谓的违法违宪所谓的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 如果这个条例过的话 我们本党会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财务问题 洪秀柱积极捍卫党产 为了不让党产成为绿营的政治提款机 国民党团今年3月通过支持党产归零 党产去留立院党团唱反调 我们是秉持着一个叫做财聚人散 财散人聚 我们就希望说是不是全部就捐给弱势团体 跟结给青年 当然党中央要怎么处理我们就尊重他了 他要去继续捍衛 那就继续捍衛吧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党团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决议了 传出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在党团赖的群组当中下达动员令 要求党籍立委权力固守 难道是洪秀柱为了稳固自己地位 紧抓铁杆生懒吗 有关这个党产 他希望能够守住党产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公开透明这样的方式如何 没有 没有啦 提到党产 这纸魔界或许感受到社会氛围的转变 荣民老伯伯镜头前也态度回避 洪秀柱打出党产牌 真的能够吸引党员基层 在下一次关键时刻挺身支持吗 约电TV续为肖炳仪特别报道